苦心筹谋十七年 中联办正走向前台 强化在港统治 朱利安尼说 已经将小拜登相关息情文件送交警局 震撼短片被指中共特工拍摄 犹太拉比发现圣经密码 称特朗普将成功连任 被赋予重大使命 地摊经济复活 北京忽然转向息两大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2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纪元头条》 我是雪儿 今年6月30日 中共急速推出港版国安法 一国两制宣告结束 短短4个月的时间 香港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纽约时报在10月19日 发表提为北京强化公开统治 香港中联办走向前台的文章说 中联办和港府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党委书记和市长 并引述香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李永仪的评论子 这种关系将逐渐正常化 文章说 港人治港只是北京当局的口号 到了近年 北京对这种不干涉的安排失去了信心 例如通过《国安法》 北京基本没有事先通知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香港官员 文中还举例说 上个月底 中联办召集建制派政客会面 商讨了立法会的优先事项 事后亲北京议员何君尧透露的会议总结显示 中联办明确表示 优先针对教育、司法和社福界的三座大山进行改革 文章指 香港中联办从协调角色走向前台 开始强化它对香港的公开统治 自从那次50人上街那次 温家宝回去那次七一大游行 记不记得 2003年那次50万人 是的 那次之后 那时候曾经洪管香港 他就已经说了 香港是失去治理 他用这个字很重要 他觉得他在治理你 是吧 他不觉得你是在治治的 如果失去治理 我们要下决心 就要管治香港 那整件事就开始部署了 袁公怡透露了当时 替换时任特首董建华的细节 说北京派的人坐私人飞机去香港 叫老董董建华以脚痛退出来 并且和曾荫权谈妥接替董 袁公怡和董建华本人相当熟悉 他说对整件事很清楚 他又认为 今时今日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差不多就是50年代 在上海发生的事情 完全一样 他说上海当时的繁荣程度 不差过香港 上海人当时也认为 没有上海就不行 没有上海整个中国经济都不行 当时大陆全靠上海牵引经济发展 上海的GDP 占了大陆的30%左右 但当时的上海人 后来被压榨到很窮的地步 因为上海的税收极高 下面关注一下美国的消息 被称为拜家仔 即拜家仔的谐音的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拜登的儿子亨特 接连爆出的丑闻轰动舆论 亨特的治疗师听 亨特的性行为不当 因为对象是一个不知名的14岁女子 电台主持人鲁德 在推特发文说 有看过亨特电脑里的影片和图片的人士向他透露 内容令人十分震惊 涉及他虐待和性侵未成年的女子 而女子竟然是中国人 对于图片和中共人员的关系 朱利安尼说 翻查了一些图片来源 是亨特和一名中共情报人员之间的电邮往来 证明亨特是被中共方面落圈套陷害的 他推测中共给亨特看影片 就是告诉他 你的把柄在我们手上 以后要乖乖听话 朱利安尼表示 硬碟里面的材料中共都有 如果拜登当上总统 无疑对美国构成巨大国家安全威胁 面对满天飞的丑闻 到目前为止 拜登的竞选团队和亨特都拒绝表态 特朗普总统20日已扎成司法部长巴尔 啟动对拜登的腐败调查 而且必须在大选前公布消息 电脑门掀起大波瀾 有网友开玩笑说 在电脑上出事的名人都不少 保管好自己的电脑看来很重要 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 就透露了为什么小拜登没有保管好自己的电脑 18日班农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Sky News 视信专访时表示 没有想到这个成为了暴露亨特电脑的败笔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近期出现奇特的景象 总统特朗普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 加快节奏发起猛烈攻势 而另一位候选人拜登就居家不出 再次宣布停止发布新闻 直至22日晚的总统辩论结束 特朗普表示事件变化得非常快 民调正向对着他越来越有利的方向发展 而他的对手拜登正在来爆 此外 总统大选之前的最后一场辩论 将会在22日进行 在此背景下 该场辩论将十分尖锐激烈 电脑门势必成为焦点 将成为双方备受关注的最后一场交锋 谁能从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亦成为舆论的热议话题 近期 以色列希柏来圣经密码专家格拉扎森 预测到特朗普将胜出 并被赋予重大使命 以色列特法新闻报道 格拉扎森的身份是拉比 拉比 是犹太人的特别阶层 亦是智者的象征 格拉扎森借助特朗的圣经密码读取软件 搜寻和目前局势相关的词句 他发现匹配的结果 集中在摩西五经中的文数记第四章 关联信息包括冠状 这个字 暗示新冠病毒 还有特朗普这个字 同时惊奇地发现 与特朗普相伦的信息 是总统president 还被二围绕 表明特朗普会连任 这些信息和五七八零数字相伦 以希伯来历五七八零年计算 正好是2020年 即是今年 关联信息还有他将拯救 he will save 的词句 这个词在图表里出现了两次 格拉扎心认为解读结果暗示 特朗普将连任总统 还被赋予重要使命 从中共病毒中拯救美国人民 随着大选临近 拜登似乎每日都揣测不安地面对电脑门丑闻 另一方面 和拜登关系密切的中共政权 也再次面对一个开人听闻的指控 10月16日 美国助理国务卿 德斯特罗 Robert Dastrow 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对中共活摘器官 已经展开实际调查 德斯特罗 在关于打击强迫劳动 人口泛混的记者会上 在回应法轮功议题时表示 美国国务院打击人口泛混问题大使李士满说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远奇说 除此之外 相信美国国务院 对活摘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他说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采取更具体的行动 把所了解所调查的这些证据资料 在适当的时机公布出来 我们必须要追究这些加害人的暴行责任 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 此前都通过决议 譴责中共强责良心犯器官 并要求中共停止相关行为 加拿大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 最近都一致通过了类似的议案 李克强的地摊经济被紧急叫停 近日又再度复活 带头反对地摊经济的北京市 不单允许摆摊 还计划将摊点扩大到全市 有分析认为 北京忽然转向抄李克强作业 释放两大信号 一是中国经济遭遇困难 第二是反映出 习李之争依然激烈 经济学者罗家聪对《苹果日报》表示 摆地摊证明经济不景气 民众消费力低 虽然对大陆经济几乎没有帮助 但如果不推行 就会有很多人失业 甚至可能成为动乱的来源 不过习近平被逼抄李克强的作业 但又不承认地摊经济的说法 官方文件里特别说 此举不是乱摆乱设的地摊经济 这个意味着高层权斗依然激烈 在政治上也要与李克强划清界限 评论人士中原分析说 面对内外困境 如果按照李克强的改革方向进行 必然涉及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当下除了解体中共 已经无路可走 因安全隐患问题 华为正被欧美国家掃出门口 瑞典已加入美英行列 宣布在5G网络建设中 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电讯设备 瑞典邮政和电讯管理局 PTS20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禁令是依据该国2020年1月开始生效的新法案 并经过瑞典军方和安全部门审查评估后做出的 以确保5G以及关联的无线电设备 不会威胁瑞典国家安全 除了华为之外 瑞典还要求在2025年1月1日前移除所有已安装的中兴通讯设备 今天的《纪元头条》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守护真相永不放弃 我是雪儿 明天见 多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